先将材料备齐再将发酵好的面团放入搅拌机内开始搅拌 敦和社区为了增加裁员并且让社区的长辈有好吃的面包可以品尝 将在农会加正班所学制作欧式面包的技术在社区厨房内大展身手 由于社区连续两年参加产业行销计划及小旗舰计划 再加上农会积极的推广米股份 因此便开始制作欧式米面包 参加产业行销计划还有小旗舰计划 还有我本身是农会推广股价正班的班长 农会是推广我们在地的9号耿米调和的米股粉 那这个我就把它结合了 就是说推销我们在地的稻米的产品米股粉 所以来做这个欧式米面包 除了说参加小旗舰还有产销活动有展售之外 平常就是我们这些据点的长者或是李明 他吃了我们的面包觉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定到一个数量 我们就请我们厨房的妈妈们来做 厨房妈妈陈章元表示 由于很多人都称赞所做的米面包很好吃 而米面包的制作相当繁硕 所以只接受预约 其成分有面粉米股粉糖奶粉等等 先经过搅拌机搅拌后才能够制作 再搅拌奶油 奶油香嚼 再搅拌核桃拌绿莓 葡萄干 都烤好时 再放在发酵香 两个小时以后再做起来做整形 做面包 要去烤箱烤就烤25分钟 这样就怎么样 你可以烤两栋 要吃的时候拿来 拿去拿去拿冰就可以了 你冰过也很好吃 你要吃烤的 不然要吃烤的 太平料 你来吃冷冷也很好吃 社区表示 欧式米面包天然健康且美味 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希望也作为社区代表性的产品 慢慢的发展属于自己的产业特色 记者洪一轮 草屯正采访报道